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着 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 菩萨的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这个是权 权宜之计 我们先看这一段 善男子 菩萨善巧方便有二种像 一者世间 二者初世间 云和名为菩萨世间善巧方便 为诸菩萨或为智力 或为他力 或为俱力 常怀彼此 常怀彼此 视线种种 功巧技术 为智 及他的成熟骨 成事供养 诸佛世尊 或诸菩萨 或诸独觉 或诸身文 或父或母 或诸病者 或诸雷烈 无一孤者 若见额难 您被害者 种种劝苦 种种勤苦 方便救济 以试涉事 成熟有情 这里讲到善巧方便 也是有两种 一种是世间的 一种是初世间的 先讲呢 这菩萨的世间 善巧方便 就是权宜 不是真实的 是一种方便法 善巧方便 那这种的善巧方便 世间的善巧方便 是跟生文 就二圣人 以及读觉 读觉就是辟之佛 辟之佛 读觉 就是没有佛在世的时候呢 他一样能够正道 一样能够悟道 开悟 他看到这个 春夏秋冬啊 季节的千变 没有一样是 有长的 所以他自己能够悟出 一个道理来 有佛在世的时候呢 他依照这个十二因缘 来修 直到这个十二因缘的 因果关系 和悟道 所以这个叫 善巧方便 不称为大假咒人 大假咒人就是 在我们这里讲 就是能够掩灭烦恼 成就菩提 能够成就佛果 那是最大的 那是最大的最上圣的一种佛法 那么世间的善巧方便 世间的善巧方便 不是 大假咒人 大假咒人是 大智慧 大假咒人 保护你的 像盔甲一样 保护你的 保护你能够成就佛道 不受到这个世间的种种 有违法的污染 烦恼的侵扰 或者是其他的境界相呢 来给你做到影响 好 这个世间的大假咒人呢 身闻也有 独觉也有 菩萨也有 菩萨也具备这种 世间的善巧方便 那这个菩萨怎么样呢 或者是为自立 为了自己能够觉悟 为了自己能够 就是圆满这个菩提 得到大智慧 得到大自在 或为他立 就是立众生 身闻独觉也是利益众生 我们千万不要弄拧了 身闻独觉一样是利益众生的 只是他利益众生的目的 在为了自己 或为俱利 自决绝他 自利利他 为自己也为别人 常怀彼此 就是不管是对其他人 或者对自己都一样 那他的善巧方面是怎么样呢 世间种种的功巧技术 功巧技术就是 功巧明啊 华泛的那个行政大楼 不是叫做五明楼吗 五明楼 菩萨入室 当向五明出囚 菩萨入室 当向五明出囚 这是华音经里面讲的 菩萨入室 不是说住在深山之中 不问世事 不与人接触 我自己正道就好 这不叫做菩萨 那菩萨是怎么呢 深入世间 与一切人同在 能够利益众生 不忘别人的疾苦 不忘众生的疾苦 所以怎么样呢 菩萨要度众生 当然要建立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常常讲什么 网络平台 媒体平台 我跟你要交往 彼此之间要交往 当然要有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怎么样呢 我众生讲的话 菩萨要听得懂 众生懂得 菩萨要懂 所以这是世间的学问 菩萨要知道 菩萨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跟众生对话 像现在各位都是佛弟子 都是菩萨 佛弟子都是菩萨 那既然是佛弟子 既然是菩萨 那你度众生 现在众生最夯的是什么 Facebook 你不能没有Facebook 还有哪位菩萨没有Facebook 去弄一个Facebook 马英 弄个Facebook 你说智慧手机 要有个Line 这是跟众生交往的 跟众生联系的 没有Line不行 这也是众生的事 众生有的你也要有 众生懂的你也得懂 那五名就是这样 五名是什么 内名 英名 公巧名 一方名 内名 声名 英名 公巧名 一方名 这五个 内名是什么呢 内名就是宗教学 英名是逻辑数学 声名 是语言文字学 公巧名 包括科学技术 所有的功技 都在里面 公巧技术 一方名 是意识技术 菩萨入世 单向五名出求 可是这五名 通通是世间学问 那比方说过去 谈学老和善难 他会医术给人家看病 我们这个孟老啊 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啊 就跑到他师父那边 就谈老前面 老和善啊 你这犯不犯戒啊 怎么给人家看病啊 他很不高兴 瞪他一眼啊 这叫善巧方便 给人家拔除痛苦 你利益众生啊 叫做先以欲勾签啊 后令入佛制 你先把他要的东西 给他之后 才怎么样 才跟他说 这个不够 你要进一步 要学习佛法 我刚才还去看 那个医生 我就跟他讲 你读这个 他还要读一个博士 有一个博士 还要读一个博士 我说要留一些空间 给自己啊 要学佛法 这才是根本嘛 你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空间 把自己整个人 都完全占满 你哪里来的这个空 来领受这个 性灵的生命 或者我们说会命 智慧的生命 这一个部分 别让他枯竭了 很可惜 人生一晃就过去了 想想 二三四岁很快 一想 好像一下子 就到五六十岁了 对不对 好像很快很快 所以这样子呢 就要知道 什么是生命中间 最重要的 那菩萨呢 你要度众生呢 你要看众生是在 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了 样样都会 内明 就是宗教学 英明 逻辑数学 生明文字语言学 还有这个 工巧明 就是工巧技术 还有一方明 就是一式技术 这些都是帮助众生 拿这些 拿这些五明呢 来做一个导引 他会 你也会 跟他说同样的话 你要度 美国人 你不能够讲印度话 他听不懂 你要讲他同样的话 你要令他懂 但这不是说 语言的差别那么严重 你要跟乡下老阿伯 阿伯 传授佛法 你不能讲知识分子的语言 他说天安博 你说阿伯 你有没有看昨天的Facebook 什么怎么样 他说 听得五沙沙 那是做什么呢 菩萨视线这个工巧技术 工巧技术 其实 菩萨需不需要呢 在他的佛道上面需不需要 为他治理不需要嘛 他这是为了度生 叫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呢 看呢 也要随缘呢 你也不能说什么都去学 学得是不像 样样都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刚好有这个缘法的话 你刚刚学到了 那么 能够跟他讲上一两句 能够让他幸福 这样是未尝不可 为自己以及他人呢 得到成熟 所以在佛法上面呢 能够得到呢 一个就是进步的一个 进步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样呢 成事供养 那为了要成熟自己 成熟别人 要怎么样 成事供养诸佛事尊 就是 侍奉 这诸佛事尊 或者是菩萨 或者是独觉 身闻 父母 生病的人 或者是身体 这个不康健 没有 这依靠的 或者是 临到围难的 临到一些困难 临到被害的 种种勤苦 非常勤劳的 去方便救济他 怎么样来救济他呢 以四色法 四色法就是佛教的人际关系 故事 爱与 同事 立行 来成熟众生 但是这些菩萨 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他是怎么样做呢 他的态度 是如何的呢 下面这一段文字 是诸菩萨 自诸大神 于诸生闻 即独觉圣 非大圣器 若诸生闻 即独觉圣 更为守者 为说 微妙圣身 法教 并且修学 或劝 勤修 诸圣禁律 或为 开示 最圣异地 劝令 修行 超世颠倒 觉悟是种 无度法性 或令去入 是无碍解 或夫乃至 劝令 安住 是念住 是正断 是神主 五根五立 其等觉知 八圣道之 有余无余 道极道果 去入巧智 令其成熟 就是 菩萨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来利益众生呢 所以这个福田相品 是种福田嘛 种福田就是学菩萨道 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菩萨该当怎么做 不管你是世间的善巧方便 或出世间的 那菩萨都如是修为 如是度化众生 如是成就佛道 那菩萨的行呢 这都是 菩萨叫六度万恨 这就包裹在万恨中间 六度万恨 这菩萨 这菩萨自己住在大圣中 所谓大圣就是说 自决绝他 自度度他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 得利苦 善求下化 善求佛道 下化众生 在生文圆绝中 在生文圆绝圣中 非大圣气 就是生文圆绝 因为他还没有发菩提心 救度众生 所以叫做非大圣气 这个生文独爵 他的根还没成熟的 给他说这个 微妙圣生的法教 给他讲 微妙圣生的佛法 另起修学 或者劝他勤修诸圣经律 圣就是不是凡 圣就是超越世间的 超越的一种 净律是什么 就是三昧 就是镇定 或者是开始他 最圣异地 最圣异地就是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就是超世间的 劝力修行超世颠倒 让这些生文独爵圣的行者 都能够超越四种颠倒 四者颠倒大家都知道 无常即常 无我即我 无尽呢 就当是清净 这个乐 明明是苦的呢 说是乐的 就这四个颠倒 那劝他修行这四颠倒呢 常常观苦空无我 觉悟四种的无堕法性 让这些众生呢 不会再堕落到三恶到中间 能够坚固自己的这个 慧命 法性 或令去入四无碕解 或者呢 令这个众生怎么样呢 能够去入就是趋向 进入四种无碕的便才 这四无碕呢 就是法外 这个讲法的时候 不会说哪个地方不圆容的 一下子说小声 一下子说大声 佛是这么讲 但是他都能够圆容 第二个叫义无碕 法不是看他的表面 每一个法 讲法的时候 他有他的生意存在的 怎么样从这个法中间 能够开拓慧命 能够让自己的法性 能够显现 能够把自己的自信 从你导入到物 由这个虚妄导入到真实 让这个生命能够成长 能够成熟 那第三个叫辞无碕 辞就是言辞了 说法还有一个解释的 解释的方式 那个讲话的语言呢 不会说穷辞 什么穷 辞穷啊 想尽 就是讲出来的话呢 讲出来方式 解释的方式呢 不会有辞穷的 第四个就是便才无碕 是讲的 其实是乐说无碕了 乐于讲法 乐于说法 无碕没有障碍 那这个叫四无碕解 那或者呢 菩萨令这个众生怎么样呢 就是修习三十七道品 这三十七道品我们都讲过 多次了 有四念著啊 观神不敬 观受世苦啊 观性无常 观法无我啊 四正段就是四正情啊 四神族啊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七等觉知就是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就是八正道 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七菩提分八正道 这我们都讲过啊 这个名像呢 大概如果有不清楚的 就再去这个电脑上查一查就可以了 这名像很多 有余无余道即道果 有余的就是有余的涅槃 无余是无余涅槃 有余的叫做 我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有限公司啦 就到此为止 世间法都是有穷尽的 这个有限公司 你再多的 比方说福报 你再多的福报 还是有限公司 那么如果讲 初世间的佛法来讲呢 是要无限的 无穷尽的 无量无边的 不可说不可量 不可思不可意 这个叫这是真正的佛法 那么这个呢 是无余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无余涅槃呢 佛所住的是无余涅槃呢 这僧文所住的是 有余涅槃 有余就是还有 还有还没有突破到 无尽子的一个空间 跟的一个状态 及道果 有余无余道 道是道路 就是涅槃之道 以及道果 就是正的涅槃 去如巧智 就进入这个 善巧的智慧 善巧方便 本身也是一个智慧 这个我们称它做 巧慧了 巧的一个智慧 巧的智慧 另起成熟 就是令到众生呢 能够成熟怎么呢 得到智慧 得到智慧呢 它就能够很容易通达无碍 对一切事情的看法 都很容易呢 能够掌握 所以就不会起烦恼 既然对事情的真相 能够掌握 就是说知道一切法 都是空向 都是无常的 就不会执着了 就很容易把我执放下 人的执着中间说 这个四种啊 四念著嘛 就是说这个 对不起啊 说这四种颠倒啊 其实四种颠倒中间 就是最重要就是我 人都是计较这个我 这个是基本上的 所有的一切的苦 所有的一切的问题 都出在有我 把自己这个我啊 抓得太紧了 看得太大了 就才会有自我膨胀 任何人吗 包括就是说 他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甚至于说 这个就是 已经是 你觉得他已经 够苦恼的 但是他基本上 他还是认为自己 了不起 这就是我执 执着自己 这人人都有的 人都有的 就是执着这个我 放不下 你说你不执着 为什么你要好的 为什么你 要穿好的 在人前显现 说你是一表人才 你说你 你不看重自己 为什么要吃好的 怕自己没营养 人人都这样 把自己看 看得到 所以要从哪里突破 你要承到的话 要从我 把我如果能够放得下来 就真正放得下来 所以过去的主事大德 都是这么样修的 就是能够真正的放下 看破 看破什么呢 一切法没有一个长的 都是原生相生 圆灭相灭 一切都是因缘法 缘起法 缘起法没有一个是真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 都是一个什么 过渡性的存在 暂时性的一个存在 时间空间一变就没了 它有真实存在过吗 佛讲的这个空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如果说 一切都是 一切法都是过渡的 就不要那么看重它 你抓不住吗 你没有一个自主性 你没有办法说 控制什么 人呢 力量太薄弱了 你想控制什么 能令自己不衰老吗 能令自己青春永续吗 能令自己升官发财吗 能令自己儿生满堂吗 长寿健康 哪一样你自己能把握得住 不可 不可以得到的 不可得的 那不可得的话 生死轮回干嘛 好玩吗 所以你说不好玩 那我为什么干 整天在干那个 轮回生死的事呢 那就是表示说 自己对这个生啊 对我的性命啊 还是执着 还是爱 还是喜欢轮回生死 还是喜欢在这个世界 是这样子 假设说你真正能够看破的话 一切都是无常的 就淡一点 那跟着下来呢 放下 有什么过不了的事情呢 把它放下 只要把这个时间点一过 就没事了 所以我常常在想 很多人啊 什么 尤其是那个看不开 一刻看不开自杀的那个 我觉得好冤枉 他如果突破那一点的话 过了 说不定过一个晚上 就不要自杀了 他能够 就那个时间点 他大概是难过到几点了 能够拖过去 就能够救回他的命 我不是说 我有个德国朋友吗 在德国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起准备考试的 人很好 超好的 我跟他一起在图书馆读书 他还有一天跟我讲 说某某同学 吞那个轻化钾自杀 后来他要拿博士学位之前呢 他自己半夜 跑到实验室 拿轻化钾 泡在橘子水里面 喝了自杀 死了 他爸爸跟哥哥都是牧师 都是牧师 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教授说 你的博士论文 再把它圆满一点 不够不够强烈的一个例证 要把它补强 再花一年时间 他是一个好学生 多一年他就过不了 又不是说缺钱用 他觉得很没面子 人就是这个爱面子就是有我 就是我执 就突不过去 一个非常好的人 就这样子自己把自己拿 而且基督教怎么样 基督教自杀的不可以站在 这基督教的目的哦 他把自己弄惨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就是让他修学这个三十七道品 让众生能够成熟他对佛法 就是越对佛法认识 越修学的生的话呢 离开生死的道路就远一步 若诸有情贪求名称立养 就是名闻立养 如果有人贪求名闻立养 想得到那个名声啊 大家都赞叹了 很有名气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一听他的名字都知道啊 还有富贵啊 贪求名称立养富贵 诸根造扰 就是他的个性不稳定 常常容易被激动 善根未熟 他的那个善根啊 还不成熟 那怎么办呢 他贪求名闻立养 这就是贪啊 人贪什么呢 财神明是税嘛 贪就是贪这些啊 名跟利啊 还有一个拳啊 还有一个色啊 其实我觉得睡觉还好吧 累了就睡 你真正不累的时候你要睡 你也睡不着对不对 所以睡还好吧 就名利啊 拳 色这几个东西 太可怕了 那怎么办呢 他又贪 诸根造扰常常是不安的 善根未成熟 不能够利益别人 善根就能利益别人 那怎么办呢 菩萨令他读诵 诸阿吉摩 吉 皮纳爷阿毕达摩 或劝读诵 除佛所说 顺谢陀论 令其成熟 阿吉摩就是阿含经 这是玄传大使的翻译 皮纳爷就是绿杖 叫绿 阿毕达摩是论 所以阿吉摩就是金 皮纳爷是绿 阿毕达摩是论 金绿论 三藏 或者是劝他读呢 不是佛所说的 但是他能够顺着解脱的 就用这个方法 这种论呢 能够解脱的 那也是菩萨写的啦 对不对 如果能够解脱的书 一般来讲我们讲经书啊 只有佛讲的才叫做经啊 其他的只能叫论啊 但是我们中国人伟大 把那六祖谈经啊 叫做经 其实六祖谈经是论啊 怎么叫经 还不是六祖写的 六祖讲的 嘴巴讲的 他的弟子呢 来写的啊 是这样 那是论啊 不是经 若诸有情不乐不思 劝令会舍种种真才 并且成熟 若诸有情报恶不仁 劝令修学 四种范柱 若诸有情 心多会 奋会 劝令修人 若诸有情 心多懈怠 劝令 劝修精进 若诸有情 心多散乱 劝修 净律 若诸有情 聚足恶会 未说正法 未以既说 教诫方便 令其成熟 这里呢 是讲说 有些人 不能够行六度 六度是什么 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到别岸 就舍身死而入涅槃 简单这么说 虽然这个涅槃 不一定是我们 所讲的那个 涅槃 或者说我们 修菩萨恨 愿意到达的涅槃 但是了身脱死 这毕竟呢 也是 一个路 一个道路 能够了却 能回生死 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 可以说是 一个 就是 一个进步 一个段落 到总的目的地的一个 修学站 这是华城 法华经里面讲的华城 华城是什么 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位导师 带着一些人去寻宝 要经过那个 翻山越岭 经过很多 很艰辛的一个路程 这些跟着这个导师的人呢 就走得非常的疲累 半途啊 导师就说 你看 半山腰啊 比方说有一个古堡 或者有一个大的一个宫殿 那个地方啊 大家进去 可以休息 可以 吃饱 喝足 休息 之后呢 我们再启程 那大家一进那个宫殿之后 哇 一看 那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 庄严美丽 有的吃 非常美味真修 有的喝 又能够有 宽广的大床 可以休息 那休息完了之后 大家懒懒的 不想走啊 导师说 起来 我们还没到目的地 这么好的地方 还没到目的地 还没到 大家赶快起来吧 这叫化成 导师感觉到 大家太累了 用手指一指啊 变一个层 让大家来休息 休息够了 起来 还要继续走 那个层没有了 那层是导师 变出来的 导师可以做 摩疏师 那导师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佛陀嘛 佛陀 变一个层 给你们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后 脚尽够了 再继续走 休息够了 就要继续走路了 休息是为了走 更长远的路 不是吗 好了 这六波罗蜜 一般人不知道要做 那么菩萨呢 就劝他做 劝他修波罗蜜 你布施呢 你将来福报 很丰富 能够不受穷 能够得到富贵 你不要太凶狠了 这样不好 要把这个 这个暴恶啊 就是 称恨心太强了 称恨心要堕地狱了 赶快不要称恨了 一念称心喜啊 百万帐门开 这样就是阻碍 就好像 很多事情都不能 做得很顺利 为什么 因为你有称心啊 有称心 所以暴恶不仁 劝他修 四种范柱 四种范柱是什么 慈悲喜舍 要心柔软 那多诸有情多诸 愤会呢 也是 也是称恨心啊 劝他修忍 不要什么事情啊 一点点事情不如意 有这种人啊 一点点事情不如意 什么 火冒三丈 无名呢 无名火就起来了 还有人呢 如果是 懈怠 懈怠 哎呀 人总是说 好意 怎么 勿劳啊 说 休息够了 不要老 老偷懒了 好好起来 精进吧 我们现在的经济 我们现在的经济也很方便嘛 我们这也是善巧方便哦 念佛很简单的 嘴巴张开就可以念 心里也可以念呢 再过来呢 如果是有情心多散乱 心很散 又劝他怎么呢 静律 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静下来 知子而后有定啊 定而后有静 知子 知道静啊 鲁家是这个静呢 是清静 安静的静 佛教是清静的静 就将心呢 平静下来 律呢 是思律 好好地去思维 佛法中的一些 深奥的意义 若诸有情 具诸恶慧 恶慧就是 它是有智慧 但这个智慧是恶的 比方说 为了恋财呢 或者是来 欺骗众生 这个有的啊 我们都不用举例了 大家放眼过去 就看得到 很多的 或者是 它有一些智慧 它不是没有智慧 你说魔王波旋 有没有智慧 当然有智慧 假设说有人 他起了一个恶心了 他又有一些智慧 他又有一些 这个领导能力 他也有一些群众 魔王可以利用他 让他怎么样 表现出一些神通出来了 或者是让他呢 能够 讲一些七七八八的 人家喜欢听的 人多了 很多人愿意听 完了 人愿意听 跟着魔王一起 人愿意听 原来那个领头的人呢 就是 怎么样 魔王已经收为他的部下了 收为他 已经在 魔王的 麾下 已经成了一个大将了 那这个大将呢 当然就能够 领导他的那个千千万马 就归顺在魔王的麾下 但是这个 就是一起呢 跟着排排队一起走 走进地狱去了 对 所以呢 就要为他们讲正法 但是一旦说已经 有那个邪之邪剑啊 你要真正把他导过来 很难很难 很难 除非你真的是 智慧超人啊 能够 讲的令他 幸福 不容易 讲不听了 一旦 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 first impression嘛 第一个印象 什么事情 第一个人来讲的 他总认为说 这个是对的 你第二个人 要推翻第一个 第一个人讲的话 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是 为说正法 这个正法 有这个政治正见 是很不容易的 有这个政治正见呢 就是很大的福报 为以既说 就是为了他 就是让他 既得 来讲 这个正法 教戒 方便 用一些方便的方法 来教戒 反过来讲的 是用 以方便来教戒 他 令他成熟 让他 这个圣道 修习圣道 修习界定会的 这个能力 增强 这个就叫成熟 成熟他的根器 若诸有情不尽三宝 据无一行 劝授三规 另进三宝 有些人啊 他不进三宝 佛法身 据无一行 无一就是 我们前面讲 无一凭啊 就不义佛法的嘛 他一写法嘛 不正的法 那么劝他怎么样呢 三规 劝他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令进三宝 叫尊敬三宝 不容易了 尤其现在 大家知道 若要佛法心 除非身战胜 出家众之间 彼此要和睦相处 要彼此尊重 这样子呢 信徒才不会迷思 才会知道 那个 总的一个目标 是什么 或劝授学 近视律仪 或劝授学 近住律仪 另其成熟 有的呢 有的人不是说 近视 近视就不一定 住在一起 就是 一般的居士 一般的这个信众 亲近佛法的 劝这些居士们 能够受持什么 武戒之类的 修十善 或者是受学 近住律仪 那如果是住在庙里面 像大陆很流行 大陆庙里面 住很多居士 很多那个志工 有的庙 志工的人数比 出家众还要多 他们就长期住在那 就以一个出家众就住在那了 那就是假设说有什么事情呢 就要你就派遣他们去住 因为说实在话 这个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 在出家众 本来就 如果真正要修行的时候 就不要被一些繁杂的生活琐碎 来 怎么样 来影响到他修行 你不能说 一下子 我正想念佛的时候 你赶快去 做什么什么事情 什么又没有了 那样又没有了 这样又没有了 生活所需的东西 买个花 买个水果 上个供 都要你 次次要亲力亲为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 就是说 大丛林这种事情不是更多吗 人多就事杂了 那这么多事情要 出家众再来做的话就分心了 那有些 志工在也是不错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志工 必须要是前程佛弟子 如果人一多 他们也搞出一堆事情出来了 事事非非 那就麻烦了 还要吵架呢 志工吵架 还把师父们也扯进去了 还要师父们来评判道理 那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不是 好也有好处 坏也有坏处 就看这个人呢 他也能做事 但是呢 他也带来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管理的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或劝休息 种种工巧技术业处 应其承受 菩萨也可以教一般的信众 来从事 社会上的事业 工巧技艺 很多 很多老法师们 书法都写得很好 送的大家一副 大家很欢喜 如是等 菩萨莫赫萨 种种世间 巧方便制 过境前沙 菩萨莫赫萨 以示一切 苏论工巧技术业处 加行精进 巧方便制 吹拂一切外道义学 如是名为 菩萨世间 善巧方便 那么这菩萨莫赫萨呢 就用世间的 善巧方便 在巧方便制 就善巧方便 经历 近前沙 就恒河沙的 近前沙 就是翻译 这个声音 翻译声音 菩萨 大菩萨 用这个书论 就是书本 书籍 的这个工巧技术 对这方面 来加行精进 令这一切众生 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事业 不管是哪一种功绩 用这三巧方便 来吹拂外道义学 那比方说 如果外道 他跟你辩论的时候 你要懂啊 你要知道怎么破解他 不过有的时候破解的时候 会引起不必要的烦恼 为什么呢 你破他的时候 他生气了 脸都绿了 就会跟你没完了 就会 那又不好 如是名为 菩萨世间的 三巧方便 这一种的三巧方便呢 是跟 声闻 独觉 圣爱 都是一样的 他可以说是 一切佛法的一应 一做一切佛法 一应 就佛法一应 这个世间法 来弘扬 来宣导 一事三巧 诸行一处 那么三巧方便呢 也能够呢 利益众生 一事 三巧任运 无师灭 无师 灭 退 没有经过失虑的无师 这一种的方式 就是利用一切的这记忆 功巧 或是书论 定到众生能够进入佛法的 这也是善巧任运 无师灭 就没有无师 无师就是没有经过失虑的无师 灭 退 落 法 就是不会退转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叫做世间的 善巧方便 好 我们来回响 文法功德 书圣行 文法功德 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目彻 做世间的 我们来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